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6号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 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 今年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攻坚克难 沉着应对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着力深化改革开放 扩大国内需求 优化经济结构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新制生产力稳步发展 民生保障扎实有利 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取得积极进展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会议指出 我国经济的基本面 及市场广阔 经济韧性强 潜力大等有利条件 并未改变 同时 当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 要全面客观冷静 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正式困难 坚定信心 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要抓住重点 主动作为 有效落实存量政策 加力推出增量政策 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 有效性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 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 逆周期调节力度 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 切实做好基层三保工作 要发行使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 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要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实施有力度的降息 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对商品房建设要严控增量 优化存量 提高质量 加大白名单项目贷款投放力度 支持盘活存量闲置土地 要回应群众关切 调整住房限购政策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 抓紧完善土地 财税 金融等政策 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要努力提振资本市场 大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 打通社保 保险 理财等资金入市读点 要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稳步推进公募基金改革 研究出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政策措施 会议指出 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进一步规范设计执法监管行为 要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 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营造良好环境 要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 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 提升消费结构 要培育新型消费业态 要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发展 养老托育产业 抓紧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要加大引资稳资力度 抓紧推进和实施制造业领域 外资准入等改革措施 进一步优化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 会议强调 要守住兜劳民生底线 重点做好应届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 脱贫人口 零就业家庭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 加强对大龄残疾 较长时间失业等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 要加强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 要抓好食品和水电气热等重要物资的保工稳架 要切实抓好粮食和农业生产 关心农民增收 抓好秋冬生产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干自当头 重置成城 充分激发全社会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广大党员干部 要勇于担责 敢于创新 在攻坚克难中 掌本领 出业绩 要述好选人用人风向标 认真落实 三个区分开来 为担当者担当 为干事者撑腰 要支持经济大省挑大粮 更好发挥带动和支柱作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